虽然很多海洋的名称不同 但是海水都是一样的 全球水域总共分为五大洋 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和南冰洋 在这其中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水是不能融合的 很多人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明明都是海水 为什么会给人一种水果不容的感觉呢 可是真正看到过这两个大洋的交界线之后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大洋之间有很明显的分界线 就连海水的颜色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边是蓝色 一边是浅绿色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地球自转力的影响 地球原本有一定的偏向力 这种力量会作用于其中一边的海水 导致海水的高度升高 远远超出对面的海水 所以如果只说海洋高度的话 太平洋要比大西洋高出50厘米 再就是两大洋的海水密度不同 大西洋的蒸发量比太平洋更大一些 所以海水的含颜量比较高 而太平洋降雨量丰富 相对来说含颜量低一些 所以颜色才会浅一些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两大洋海水中的微生物含量不同 海藻的深掌情况不一样 所以才成就了这种神奇的景观 虽然两大洋无法融合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 才给我们带来了更丰富多彩的视觉体验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 大西洋和太平洋无法融合的主要原因 希望以后有机会 大家可以来这里旅游 相信这肯定是一段难忘的旅行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